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澳财的记者以诺 今天上午由AllFin澳财主办的掌上澳财 致看未来澳财2019财富高峰论坛在墨尔本盛大举行 论坛邀请了澳大利亚顶级金融机构和行业领袖 在行业投资选择 中澳资源嫁接 财富传承和管理等方面 给予与会的200位华人高性质投资者 急需价值的指导和建议 随着全球金融市场下半年进入动荡周期 中美贸易摩擦加剧 投资者如何确保自己的资产稳弱泰山 进而在高不确定性的未来寻找到下一个机遇 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 因此 今天的论坛坐无虚席 大家非常想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为此 澳贫澳财作为主办方 邀请到了澳大利亚金融领域的最强阵容 其中 澳洲投资界的传奇人物 全球最大的在线招聘门户网站Seek 以及SquarePag Capital的联合创始人Paul Bezard先生 作为论坛特邀嘉宾 首次面向华人投资者 做了在澳洲从科技到风投机遇的历程的主题演讲 Ellerstone Capital全球宏观策略负责人 澳大利亚联邦商务部高级投资与贸易专员 普华永道家族办公室合伙人 也在论坛上就投资人最关心的三大议题做了演讲 其中包括澳洲与全球经济形势今后将会如何发展 近年来大宗期货市场波动巨大 澳洲矿业是否还值得投资 而新兴金融科技领域的投资 以及另类投资又该如何进行 高净值投资人如何进行长期财务规划 和以分散风险为原则的投资组合定制等 此外众多顶级澳洲金融和投资管理机构的创始人和高管 通过圆桌会议的形式 让投资人充分地了解到目前全球经济动向 行业投资选择和个人财富传承方面的最新动态 和对未来的前瞻 帮助他们对今后的投资和财富管理目标 有更为理性和准确的判断 本次论坛专门还为华人投资者提供了一款贴心好用的高科技利器 由Alfin出品的全新智能手机应用澳财 Alfin澳财的投资人博满金资集团CEO高松玉先生 向在场的投资人介绍了这款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的手机应用 澳财包括了三大核心功能 一是资讯功能 二是定制化的智能理财功能 如筛选股票基金 估值地产物业 管理投资组合等 三是社交平台功能 用户可以分享投资界的精英观点 金融服务机构可以发布投资项目信息 投资人也可以发布投资需求等 澳财手机应用 目前可以在苹果或者安卓的平台上下载 Alfin将不断地完善这款手机应用 努力让澳财成为在澳华人 必不可少的移动式金融 理财和投资工具 澳财记者穆尔本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蔺的